早前市场上有不小声音,鼓吹市民将港元转为美元,原因是担心港元的联系汇率会受冲击,觉得拿美元最安全,此讲法表面上是合情合理。 港元转美元可防范联会风险,但现时香港的外汇储备之高,属世界前列,金管局绝对可以捍卫联会的稳定性,反而大家要提防的,应该是美元下跌的风险。 在2002-2008年,就是因为联系汇率的关系,港元硬性地跟美元大幅贬值四成多,导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,令草根阶层生活艰难,前车可监,香港市民应该要做的,不是将港元兑换成美元,而是利用多方面的非美元资产,去保护自己的财产。 去年不者已不断建议大家,趁金价低迷之时吸纳黄金保值。 到今年中,再建议大家逐步将港元或美元存款,转换成外币,主力对象为英镑,澳元及家元,当时英镑处于三零年低位。 加上脱欧令汇价落至极悲观的水平,绝对是长线投资首选。 至于澳元及家元,是传统的商品货币。 用作对冲美元下跌风险效果最好,为何不者看淡美元。 加因一零年的量化宽松,美国经济中毒以深,加息及缩表一年多,就已经支撑不住。 相信已经步入二十年前的日本后陈。 而美元在去年受税改政策推动而上升。 在此消比场之下,美元相对地极度偏高,外币极度偏低。 故此,香港市民要防范的最大风险,是美元,不是港元。